在马来西亚被掳获释的张安伟 那么目前还在医院禁养当中 而昨天他也首次的 透过媒体强调说 他对于静的救命之恩是敏感无内 而且呢 在绑匪入侵的过程当中 坚持守候他 而不幸遭遭枪杀的爱人许丽明 他也是难掩伤心的说 他无限的悲痛 那么但是呢 这个许丽明的生命 等于是换回他的重生 所以他会永远的怀念他 回想起妹妹刚被绑架时 还不敢让92岁的老母亲知道 忍了一天才开口 全家人选择照常过生活 勇敢面对 36天后传出好消息 拖他的时候 他右手小指这边 可能有点骨折 有点挫伤 现在 现在在上奔带的治疗当中 周绑架初期张安伟跟其他人 致被不停换藏匿地点 手疑似当时不小心受伤 并非当主犯父或遭到虐待 恢复状况良好 一切检查也没问题 预计24号就能出院 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主动 可能都没有让他舅舅知道 警醒之下 就在协助我们 这个时候 我只能讲我们张家命太好了 张安伟的命太好了 张大公主动秀出用棕榈叶包的椰子糖 这是张安伟获释时 绑匪送给他的小礼物 因为当地实在太贫穷 或许只能拿着手工椰子糖 祝他平安回家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